好,玉,好像太正式了一點,下一頁 好,玉的話就是因為啊,我們去的時候啊 想要認識他們當地的一些,應該是說 想要去參觀他們的大學吧 然後也不想要去什麼梨花女子大學 然後也不想要去宏大,都太商業還是什麼 沒有,我們就是,我這次去的主題鎖定在兩間 然後一間就是嚴世大學,韓國所謂的第二好或第三好 他跟高麗大學的排名就一直跟動 他們韓國有三間很超好的大學 一間叫索爾大學,就是前漢城大學 索爾大學,對,一間是索爾大學 他always第一名,然後第二間就是高麗大學 第三間就嚴世大學,然後高麗大學跟嚴世大學 可能會在一些類比上有些不同 但是他們簡稱這三間大學的縮寫 就是索爾是S,高麗是K,嚴世是Y,SKY 就說這三間大學撐起韓國一片天 因為啊,韓國是很重視人脈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高中的時候不認真 就是你大學考不好 因為他們的升學壓力很恐怖喔 他們的聯考前後是會死很多人的那種 就是全部都自殺潮 然後所以他們就是如果沒有辦法 好好的進入到好的大學 你以後可能在商場上或就業上的人脈 就沒辦法受到保障 這個部分的話有興趣了解的話 你們可以去跟韓國朋友交流 或者是你們就是去發了那些 在韓國生活的那些台灣媳婦 他們就是進去以後才發現自己小孩子 如果要在韓國念書的話 會是有這麼壓力這麼大的那個 的危險 好沒有,危險 最近啊,剛好也是韓國 因為我們那時候十月多去的時候 剛好遇到他們的大跑 很可怕喔,你知道嗎 然後我想說奇怪,為什麼我們去參觀大學的時候啊 他們那個有點類似那種 台大椰林大道的那種 就是所謂岩市大學的幹道上 你就會發現每一棟建築物外面都有一群很像家長的地方 然後他們都沒幹嘛 然後我們就這樣站直挺挺的 然後往那一間教室看 喔,我剛開始看到這個現象的時候 我想說奇怪,他們在看什麼 然後我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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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湊了鬧 然後後來就是,我就 因為我們的Local是岩市大學 就是我們的Local guide 有一個是岩市大學的學生 他就跟我們說,喔,沒有 這些媽媽就是 有點類似就是 她來陪考 但是她也不是找一個空地就坐在那邊休息 她就是用那種滿滿的愛 滿滿的希望 就是看著她 兒子考試的那一棟教室 然後用那種無比熱忱的那個 眼神看,注視著她看她兒子 或女兒會不會好好的努力考試 然後突然覺得好恐怖 就是好險我生活在台灣 欸,你們有去陪考過嗎 就台灣不是都這樣嗎 把人送進去以後 就開始 找一個舒服的地方 然後可能本商都推出來 然後那個報仇都推出來 然後那個報仇都推出來 然後開始擠一下 然後哪裡又給它煮了 就開始吃東西又幹嘛 他們不是欸 他們全部都是站直聽聽的 然後就看著那個教室 突然覺得好恐怖 是念力來著嗎 念力,念力有沒有 會上,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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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然後 然後這個是岩市大學 因為他們也是很有歷史的學校 所以他們校園內還有這種古修的建築 以前叫書院 書院 有一部 有一部 韓劇叫陳軍管緋文 陳軍管緋文 陳軍管緋文就是在陳軍管大學拍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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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軍管大學就是他們以前的那種 你要認官 你可能就是必須要到陳軍管去念書 然後就是以後可能很有機會 就是可以有一官半集 但他們就是 除了陳軍管之外 其實各地也會有各地的書院嘛 然後像這種的話 就是岩市大學的前生 他們就有很多書院 然後現在演 然後就東西並去 是因為 像創辦人的那個同校的話 就是都這樣很開 那就是說 我廣吶大家來念書 但成績也好 對 就是我廣吶 好 在 在自一棟建築物前面 因為自一棟建築物很美啊 然後我們去參觀校園的時候 除了會問說 這是 這校園的歷史之外 我們也問他說 自一棟建築物這麼美 是幹啥用的啊 包括自一棟是行政大樓 那行政大樓正前方 就有一大片花圃 花圃正中間 就是那一個 岩市大學創辦人 他的雕像 就真的是這樣 廣吶大家來念書 廣吶 然後我就看到 韓國準考生 有比較恐怖的現象喔 就是他們就爬上那個雕像 然後去摸那個創始人的 創辦人的那個鞋子 就一直在抹蹭 抹蹭 好像這樣摸了以後 那個像那個技工的肚子 或什麼 然後一直抹蹭抹 然後就問他說他在幹嘛 他說沒有啊 奇怪的做法 所以他們韓國大學 在那邊說沒有 可能奇怪的做法 就看這樣會不會考比較好 你們follow的話 講部 好下一頁 然後這一個是 陳軍人大學當中的明倫堂 那陳軍人大學啊 他是目前韓國最老的大學嗎 六百多年 六百多年 然後他就是 我剛剛有說嘛 就是以前叫 以前陳軍管是他們的儒生 因為他們信仰無教 從上孔子 但孔子不是他們的喔 就會從上 所以他們唸的都是那種 什麼就是那種比較傳統的 他們以前就是 在那個四中大王發明 那個圈叉三角景的時候 之前其實都是寫中文字的 對然後 然後就是那個陳軍人大學 就是他們的那個 以前的那種書印 就是你要奪得一官半職的話 其實你也是要夠聰明 才可以進去唸 但是陳軍人大學目前啊 他已經不是公立的了 他目前就是被三星集團 一手掌握 變實力的了 然後他現在排名的話是 如果以韓國大學的話 大概在第四名 第四名 但是第四名同時也會有 梨花女子大學並列 因為梨花女子大學是女生演的 負名思義 所以那陳軍人的話是男女混合 所以可能在一些排名上 就會有不一樣 那梨花女子大學 是算女生比較優秀大學參业 喔這個很假掰 沒有 就是我在發呆有沒有 不是我不會這麼注意行像 要臉書跟什麼鬼一樣 就是因為這個是昌德宮 因為我們去的時候其實 不免除的也會去看他一些古蹟啊 因為我個人喜歡折景點 然後我們就是一起去參觀昌德宮的時候啊 你就會發現就是 在繁榮的首爾城當中 他們的那個什麼宮 全部都在城裡面 然後是很容易就可以到達的地方 然後可能這個牆的後面 可能就是一棟非常財圈的建築物 也不一定這樣 就都這樣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其實我覺得韓國在首爾生活 應該除了壓力太大之外 就是他們這種 就是補經並去的感覺 其實也可以讓你在生活當中 有一個地方就是可以跳脫開來 因為我們就不急啊 所以我就在那個 池池街上坐很久 那另外一個原因 應該跟大家說實在 就是因為啊 我們去參觀昌德宮的時候很熱 然後沒什麼遮蔽物 然後那個時間涼涼的好舒服 坐在上面然後屁股都涼的 好舒服喔 好對不對 然後就欸 你們趕快坐屁股涼涼的很舒服 好就是 就坐在那邊發呆一下夜 然後呢 因為我們去昌德宮的話 就是 他的導覽的話 是 就是跟著聽就好了 但是 他其中有另外一個地方 叫做蜜院 蜜院就是很神秘的蜜 院是 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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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院 好就院 然後就是 因為他的那個導覽 就是要另外 另外去 另外去申請 所以 我們那時候就是想說 參觀昌德宮就要完整嘛 所以 我們就是自己參觀完昌德宮的時候 就有去排他 密院的導覽 然後 費用的話另外付 所以 我們就是去密院那個導覽的時候 就認識這個導覽員 為什麼我會說 纏著導覽員怎麼沒錯 是因為 其實導覽員 他固定的導覽模式是一定的 但是如果你有很多問題想要私底下問他的話 其實就是 台的他就沒錯 就是 他導覽完之後呢 他就會放風讓大家去拍照 拍觀光客的照片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趕快拍拍拍拍 那就跑來問他很多阿薩布魯的東西 然後他 他們就是 他的身材很標準的那種韓國大牛 因為韓國靠山東進 就他們都是那種比較寬的韓式大牛的行 這樣子 然後好善烈 然後這個是 警符宮的整點交接必欣賞 10點到下午4點 早上10點到下午4點 每一個小時都有這種交接 然後我覺得這也是一個賣頭啦 就是讓大家去看他完整的交接 欸你那個喔 整點才 整點就有對不對 他那個整個交接是30分鐘欸 就好長喔 就是想說奇怪了 怎麼交接這麼久還沒交接完 然後重點是 重點是他們 不管你長什麼樣子 眼鏡一律是這樣 然後重點是 所有的人喔 不管 他 我跟最大的大嫂拍照 就是他們 然後就不就 之類 然後 全部的人 然後不管你穿什麼衣服 因為他們韓國的觀智 是用顏色來區分的 就是你如果看韓劇 韓劇的那種古裝劇啊 不同的顏色就有不同的 例如說 文官 內官 五官 就會有不同的顏色區分 然後 不同的 直等 對 不同的直等會有不同的顏色 然後 然後你就會發現說他比較大 然後 也比較派頭一點 但是他們不管穿什麼衣服喔 他們全部的人都長一樣欸 因為呢 他們眼睛是本來千真就是這樣嘛 然後他們都會 貼那個大鬍子 假的大鬍子 然後每個人都這樣繞腮鬍片 然後 然後我原本想要多放幾張 後來想說 沒關係啊 放一張 就每個人都長一樣 對 然後這是觀光客照片 觀光客照片 情政店 就是他們那個 軍王執政的殿堂 對 那有一些歷史成分 所以他們後來簽到了 昌德宮 從景福宮到昌德宮 甚至有一些還到雲縣宮 欸 雲縣宮是那個 那個去避難的 然後下一頁好 那不是重點 然後再來是這個 就是 慶慧樓啊 就是 我覺得他們帝王也 就是他們還蠻想說的 是因為 其實他們有很多的建築物 跟我們那個 跟我們嗎 跟中國大陸的那個 北京進程一樣 就是 會有不同的公園 就會有不同的那個 作用 那為什麼我要放這一張是 其實我覺得 呃 在你的那個 就是感通啊 例如說 你可能自助行行程 有很多東西 很多地方要去 那 你可以去 逛這個公廟的時候呢 其實 我後來發現就是 我真的有 有姐姐 有一種很舒坦的感覺啊 就是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 拍完照之後啊 他們就 就大家去拍觀光客照片了 然後我就坐在這個椅子上 然後看那個慶慧樓 跟他的蓮花池 然後突然就覺得 心靈沉澱了 往另外一個層次昇華 喔 好假掰喔 對 但這張照片不是我拍的啊 是我朋友拍 因為我這邊發呆很久 像剛剛昌德公園 坐在那個冷冷的 石街上發呆很久 就是 如果你們在自助旅行當中啊 因為你們沒有時間的限制 跟團的話 跟團的話 一定都是這樣嘛 下車第一件事 不是先鬧跑喔 下車第一件事 就是圍一個圈 老闆跟你們說 我們這一站呢 從現在開始 幾點集合 所以你們不是 幾點之前就會回到那邊嗎 但是你們自助旅行 有個好處就是 你們可以當你自己的主人 所以 你要去哪 那這些景點啊 逛多久都沒關係 那我建議大家就是 每一個景點就是 你在拍完觀光客照片之後 你可以試著什麼事都不做 然後坐下來 放鬆感受 你就會發現 有不同的獲得 然後我就跟我朋友說 如果我真的有機會 就是 到韓國去念研究所 或者是 做其他事情的話 我可能就會買 買警服工的年票 好 然後心情煩的時候 就進去坐一坐 這樣 很奇怪的一個人 好 下一頁 好 再來是樂 下一頁 然後這個 小朋友喔 你最喜歡台灣的什麼卡通 沒有 你不喜歡海綿寶寶嗎 你也不喜歡灰太郎 喜洋洋 好 這是台灣有台灣孩子的愛 然後這是韓國孩子愛的 就是這個 韓國孩子們的流行 他的名字叫Pololo Pololo 以前不是有流行建築嗎 什麼Mashimano對不對 他們現在 各位家長人 現在韓國就是流行之家 Tier 他的名字叫Pololo 然後你就會發現 韓國小朋友 他們的 就是 他們只要Pololo時間一到 什麼事都不用做 家長要來勸飯也吃不下 他們就會在電視前面 然後看著Pololo 這樣一下一頁 然後再來是 那些很膩的 有沒有 而且很可怕的是啊 就是 我們在韓國聽到他 或者是台灣聽到他 都不稀奇對不對 然後因為我有一些 其他國家 什麼中南美洲啊 或者是什麼墨西哥的朋友 他們就跟我說 到處都是耶 那就表示一件事情 就是他已經是全球都紅了 就是他已經紅到我一個 我有 因為那個 我們自己那種 國際社長的關係 流行團的關係 我有那個 烏干達 非洲烏干達的朋友 他就看我Pololo Ufuckinnam Style 的MV 或者是 在講Psy的東西的時候 他就跑來跟我說 我們現在這邊也是 到處都放他 我說 連烏干達都過去了 好強喔 看吉娜看醉 難怪潤兒 就 欸 對 沒有 沒有說 然後就是這個 Ufuckinnam Style 這樣子 然後很好笑 我就跟我朋友說 我介紹的時候 一定要跟大家說 大家不用怕他的名字很難唸 因為他 中文、英文、台語都唸 賽喔 你看 你看 台語 他就叫賽 然後中文是賽 然後英文也是賽 有沒有 可是韓文就不行了 韓國的話 他唸 薩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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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 薩爾 薩爾 就是薩爾 對 然後這個 對 因為忍不住就說 Fuckinnam Style 你知道這到哪裡 都Fuckinnam Style 有點膩啊 就是韓國 控制了台灣 那個賣店的音樂 有沒有 從以前的Sorry Sorry 到那個什麼 呃 Nobody Nobody 到今年的那個 Fuckinnam Style 是要去哪裡啊 然後 然後 還有街頭藝人 就是 我覺得他們好 他們的這種街頭藝人啊 還蠻流行的 就是 後來發現很多韓劇爾 會把街頭藝人這件事拍進去 就變成是一個元素之一 那這個地方在韓 在 宏大的那個公園 那時候我們是為了去 去撿 就是去買東西 我們去他們的那個 所謂的 free market 就是創意市集 然後剛好看到這種的 他們這種都是大學生喔 因為 宏大是藝術大學 比較偏重藝術層面的大學 所以他們有很多這種 呃 會很優秀的學生 可能是藝術市場啊 他表演進行室 他真的超好聽的 就是 我為什麼會跑來拍他 就是因為我在圓圓的 在那邊買東西 就喔好好聽喔 然後就被他吸引過來了 有沒有就是 然後旁邊那個 男生也玩 再來就stand by 他們就是 他們自己就是會 有一個類似這樣的stagram 然後就是 可能一個表演玩 他一個一個一個這樣 一直可能剃下來 然後 我都沒有投錢啦 就是有點不太好 就是 但是我都聽編集的這樣子 就是很高興 這樣下一個 然後再來是這個 我幹嘛幹嘛 這超太薄 就是 他的創意名稱 就是他的表演名稱 叫做hamdrum 就是 他從頭到尾都用手 就很好聽喔 因為他那個 有共鳴的感覺 所以那種 那種 就 沒有沒有沒有 他很奇怪 然後我舉例也要舉例 他就是 因為他用手拍 然後就會有那個共鳴的 很好聽 然後會有很多人投錢 但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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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媽給我媽 看我媽說 這人在投摸樓這樣 想不到也好嗎 媽媽就這樣 然後 就是我就說 欸 重點是在那個部 然後媽媽說 這炒菜鍋喔 這好有趣喔 結果我媽說炒菜鍋 就給我大家放一下 下一頁 然後這個是電腦鍵盤在利用 大家有沒有去過西門町紅樓 因為紅樓他整整治 不是整治 就是 整理之後 西門町的紅樓 現在很多所謂的創意市集進駐 然後呢 我在裡面就有看到 我們電腦 台灣電腦不是淘汰率很高嗎 從以前的什麼大頭到現在的那個 那個液晶螢幕 然後可能還有什麼 notebook之類的 大顆對不對 就是因為在西門町的紅樓裡面 有一間是賣那個 我錯忘記了 就他是 他的那個 他也是賣這種小東西 但是他是把那個 裡面的一個零件拆出來 然後去做這種 這種小玩意 好但是我想舉例 好忘記了 好這一個 這一個回來好了 就是他是創意市集 所以他 他全部都是用電腦的鍵盤在利用 他就是你看喔 然後這一顆 就是一個電腦鍵盤 他就把所有的電腦鍵盤拆下來 然後去做彩繪喔 然後再去裝上那種有沒有 像這個耳機塞那 然後那個的話就是手機吊飾 然後老闆就在旁邊用這些東西 直接做假工了 然後我覺得創意市集 創意就是從生活中擷取嘛 那他把電腦鍵盤回收再利用 他這個其實可以去申請專利 以後就不會有人模仿他 不然就要跟他買全力集中 然後可是重點就是 我覺得這個就是他的創意啊 因為他這樣小小一個東西的話 折合台幣是三四百塊 幾乎一個東西 真的很幾乎 就是我那時候就 我有買一個 然後我想說回來台灣看 能不能自己狗狗看 然後發現就是 不會有影響 就是有沒有那個記住 就是他的那個彩繪啊 滿細緻的 他就是做這些東西 然後就是如果幾個人買的話 一貼也是幾千塊進帳的啊 而且重點是你買他的東西 其實是買他的創意 然後創意文獎 對 下一頁 然後這個是街頭藝人圖章 就是 我剛剛有說的 我的韓文名字是 然後呢 我就看到創意四集的話 就是我就想說 我要買一個比較特別的東西啊 然後就剛好看到這個女生很酷 然後韓國人就長這樣嘛 然後就是 他就是在刻圖章 然後我就說 可以幫我刻字一個嗎 就是刻字畫圖章 然後他就說 好啊 你叫什麼名字我就寫給他看 然後他就說 你可以選Style 然後也可以選那個 圖章本身的那個 就是 什麼都可以選嘛 全部都DIY一個 然後他就馬上付費 付完費以後 他就說 你可以去繞一圈 一個小時之後再來拿 所以一個小時之後 就拿到我的創意圖章 超開心的 然後就跟他說 你可以跟我拍個照嗎 然後他就說 好跟你拍照 好啊 然後就跟我拍照了 總之他不要站那麼前面了 還有臉這麼大顆 好啊 下一頁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這個的話就是 剛剛有說我們就拍那個死人臉 然後都沒有表現那個臉 是因為我們要去看 國際煙火節 首爾 國際煙火節 國際 國際 就是他國際應該要被打槍了 就是 因為呢 他是在漢江公園附近放的 所以 你就會發現 整條漢江沿岸 滿滿的都是這種 要來看煙火的人 很可怕喔 我覺得就是那個晚上 回來台灣之後 發現有那個報導 上萬人跑不掉 然後就很可怕 就是每個人都會去買那種 錫波紙墊啊 然後 然後就 突然那邊就開始哏 然後因為呢 他有一個所謂的入場時間 就是怕你交通阻塞 所以他晚上七點整 開始放 我們四點多就會排對了 然後 還排到超後面的位置 然後想說奇怪 韓國人怎麼這時候都匆匆都出現在這裡 這樣子 然後就 就是排很遠位置啊 然後又很無聊兩個小時嘛 然後在那邊滑手機 然後 然後心裡就想說 國際煙火節 像我們台灣的煙火節 是怎麼大 大五層煙火節 或者是101 跨年煙火 或者是 阿薩布魯煙火 是不是都很威 就是想說 那韓國的就是 會不會就是月亮比較遠之類 就來想說 會不會煙火會不會比較威 然後就等了兩個小時 然後等到就是 天色很暗 然後那個 就有那種 那是廣播的聲音 就嗶嗶嗶嗶的跳樓 然後我們想說 一夜要開始放了 然後就下一夜 就這樣子 就是 就是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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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希望 然後我朋友還很認真的 架設那個 單眼 還在那邊想要拍他 那個煙火 我就跟他說 阿不要停了 所以就這樣子 但是 我還覺得是 我已經有拍到 比較特別之類 就是你知道很好笑的是 台灣的煙火其實已經很好看了 我覺得我們不用先 宣布國外的月亮比較圓 因為我們台灣的煙火很好看 那 香港人也覺得他們的煙火很好看 所以他們的 國際煙火 覺得就是 這麼受矚目 好像幾年才 幾次還什麼 反正就是 很受矚目 結果居然是這個樣子 所以香港人就睡給吃早了 好好笑喔 他就睡早了 好多 他就給面子了 他說 喔 這樣啊 好虛啊 好啊 然後上一頁 上一頁就是 上一頁 上一頁 然後你知道 就是因為阿 我剛剛說了 他們真的什麼人都來了 好 超密的 然後他們 他們那個公測問題 就一定要解決嘛 所以他們就設了 四區喔 四大區公測喔 結果 結果我就想說 突然有FU了 要上廁所 我就提早一個小時去排隊 好 提早一個小時是因為我覺得應該還可以再撐吧 結果提早一個小時排到 排到的時候 我已經快要爆炸 我就看在那邊扭 他說扭 然後呢 他們的阿祖馬就踏隊 就是 阿祖馬就 阿祖馬就是 會帶著小朋友 然後說 我們家小朋友很急 然後就說 對不起 我們家小朋友很急 不可以讓他先上 然後大家會說 不好嗎 我們不是這麼狠心的人嗎 我們就說 OKOK 然後小朋友在外面媽媽進去 哈哈哈哈 阿祖馬 這是什麼 來自一桌 機車就這樣 阿祖馬真的好厲害喔 對啊 然後就 就拿一個小朋友這樣 一定要很可憐這樣 他好急 他好急 然後阿祖馬進去 就給我聽 然後就是 然後就是 在排隊的過程當中 基本上都還是有排隊啊 只是偶爾殺出這種陳鳥精 就是 讓我們錯愕 就是小朋友很急 然後媽媽進去上班 這樣 真的好快 然後反正就是 就螳螂爆炸 真的是 以後要去這種地方 會再早就喝水 然後下一頁 再下一頁 然後再來是有 就是我剛剛一直提到 隱藏版人物就是 因為我們這次去韓國 就是剛剛像我這兩位朋友一樣 我們就是 我們會認識是因為 大家有聽過符輪社嗎 那符輪社下面有一個 新世代服務委員會 他就會成立那個 符輪青年服務團 跟符輪少年服務團 年齡限制 符輪青年服務團 是18歲到30歲 所以 有一些符輪社下面 就會創立福慶團 那我們就可能是 分別不同的福慶團 這兩位也是這樣 那 因為符輪社是國際的組織 我們都說 國際的RI 就是 International Rotary RI 就是 會有 直接跟國內有福慶團 所以我們這次去製作的時候 我們不可以去找他的阿媽媽狗 我們也沒有其他 像那個Vicky Vicky Pinky 就是兩個環島旅行 其力環島旅行的作家 他們就是 他們會有所謂的 車友在當地 所以我們到韓國的時候 我們就去找什麼呢 找他當地的福慶團 來做為我們的街營 完全不認識喔 然後就是 開始Facebook搜尋 關鍵字 Rootary Rooter Act 或者是之類的 就是搜尋到了 他們當地的福慶團 然後就開始跟他通信說 我們會去自助旅行 都是福慶團的身份 可不可以在當地做為我們的地階 不是地階 那是符人社用語 不是 那是旅行社用語 應該是說 可不可以成為我們當地的地陪 Local guide這樣子 下一頁 所以呢 他們當地的福慶團呢 就來接待我們了 好開心啊 就是 完全不認識有沒有 就是 到當地之後 跟他們搭上線 然後做一個簡單的 交換名片的動作之後呢 就由他們帶著我們去到處玩這樣子 我們自己有做功課啦 那 跟他們一起去玩的話是 可能想說 有一些行程可以跟他們一起 例如說跟他們一起吃飯啊 或是跟他們一起幹嘛的 結果他們比我們還興奮 所以他們就一直跟我們回到民宿 還叫我們玩花牌這樣子 對 但是 有沒有發現 不管男生女生 都是這樣 對 然後 左上角那是例外 很多女生很坦然的 他就跟我說 他動過鼻子跟眼睛 他們的 整形 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事 對 可是有的人還是很介意啊 但是現在就是越來越開放了 所以 他就沒有什麼了不得 他眼睛深邃到我就覺得 哇好深喔 嚇死我了 然後 然後他自己說 他有割蒜眼皮 然後也有整過鼻子 也有把他弄挺 但是我們都沒有問是他自己說的 對不對 但是 一般般沒有整潔的就是這樣子嘛 哈哈哈哈 像甜 對 好 然後就是他我們叫我們玩花牌的情況 那個牌喔 是立體的 它是塑膠的 所以你在排那個牌的時候 是會啪啪啪啪 就是那種塑膠打塑膠的聲音 然後呢 他們玩的時候就是 呃 很有趣的是 因為我就跟他們說 可不可以教我們 玩環谷、環谷、花牌 因為 民宿有提供一些 讓我們有遊樂的東西 結果 這群 這群父親團團員 傻眼 他們就想說 天啊 就是 有一些人會玩 有些人不會玩 因為可能在他們那邊 就會覺得這可能有一點 Old School了吧 就可能有一些 Old School的感覺 所以 他們就有的人會玩 有的人不會玩 然後他們就說 教我們之前他們就先 蕊過這樣子 就是先把那個 就是先把整個遊戲規則 看是不是正確 這樣先蕊過 然後後來才教我們 下一頁 對啊 然後就是這個 就是因為我們 我們也是因為父親團的關係 所以香港啊 台灣啊 韓國啊 就有一萬歲 就是連出國玩都可以找不同國家 和父親團員一起去這樣 那香港人跟我們就講中文 香港人自己有講廣東話 那我們就自己講國語或台語 那韓國就跟我們講那個 那個英文這樣 然後 我們就一群人出去玩的時候 就發現有一些人 會對我們行注目靈 然後想說 奇怪一小撮人 怎麼這麼多語言 這樣子 很有趣耶 很有趣 對 好 下一頁 沒了 就這樣子 好 蕊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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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蕊